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可以说呢 关于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知识 前面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 关于四杆机构的类型和应用 那么四杆机构类型呢 把它分为呢 基本形式和演化形式 基本形式呢 是铰链四杆机构 又有三种形式 曲柄摇杆机构 双曲柄摇杆机构 双摇杆机构 那么其他演化形式呢 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呢 由铰链四杆机构演化而来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基本特性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铰链四杆机构为例 把搞清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那么其他演化形式感机构啊 我们就可以把铰链四杆机构的这些特性啊 通过演化方法给它推广应用到这个四杆机构就可以了 那么基本机构有哪些特性呢 我们说还是要从这个方面来考虑 我们说机构是实现的一种运动和例变换的一种可动装置 所以我们的研究呢 一个从运动观点 再一个就从例的观点 这两个角度来去研究 那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从运动的观点来看 我们有哪些内容呢 那我们看首先第一个 铰链四杆机构的周转特性 那么周转特性呢 我们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在研究的时候呢 有的四杆机构它是有曲柄的 那么有的为什么就没有曲柄 那为什么是前面有的是双曲柄 而有的是双摇杆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由于机构它是由构建的 由运动链的 取固定构建而组成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运动副 它具有没有周转特性 所以这个呢 另外的构建能不能做相对的整周转动 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周转特性 那么对机构来说就是有没有区别 这是我们要研究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运动特性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牛头爆肠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 就是在工作形成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运作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速度要快一点 那么这个为什么呀 就要为了提高功效 那么我们说一个机构呢 在什么条件下会有机会运动 而且机会的程度如何来描述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基本特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看连杆的轨迹 我们前面讲了连杆的 它的轨迹呢 是非常丰富的 究竟有哪些形状 而且这些形状呢 有哪些特性 如何来实现这个 我们现在轨迹要求的这样运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对连杆的曲线 它的一些特性 以及它生成的形状和特性 要做些研究 以便的我们后边再应用这些特性 来进行满足实现运动轨迹的 这样一些设计要求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用连杆机构 实现运动的时候 要注意运动的连续性 一个呢 就是位置的这个实现 位置顺序的这个连续性 另外呢 还要实现它的区域 要不能让一个连杆 在两个不连通的区域 来实现运动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后边 对运动特性呢 做一个研究 那么除了这些运动性 还有力特性 那我们下节课来再讲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呢 先研究它的运动特性 主要涉及这四方面的内容 就是这个运动特性 那么这些运动特性 就是这个运动特性 那么这些运动特性 就是这个运动特性